您好 谢谢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2018年在加拿大参加工业七国高峰会议的时候 川普批评盟国占美国的便宜 拒绝在会议联合公报上签字并提前离开会议 在空军一号上 川普还发推特批评东道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虚伪和软弱 拜登就之后在外交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老美国回来了 毫无疑问的拜登重点突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特鲁多也是投桃报里说他是多么的盼望美国重新回到领袖的地位 英国首相强森也强调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性 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梅克尔也是一样 客气的外交辞令背后是不争的事实 传统的泛大西洋联盟已经名存实亡 今天的欧洲已经不是二战之后满目疮痍的欧洲 苏共也已经解体 现在要面对的是中共 拜登已经不可能简单的把时间倒推到川普执政前的年代 况且盟国领袖们心知肚明川普还会回来的 就是他本人不回来 川普主义也是要回来的 因此拜登政府做出的姿态承诺很可能是暂时的 比如说拜登签署行政令 重新回到巴黎气候峰会 重新回到世贸组织 重新回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说不定还要回到伊朗核武协议 但四年后也许这一切又会遭遇切割 因此欧盟有自己的算盘 总体而言是会跟美国渐行渐远 国防独立自主 贸易也独立自主 现在拜登在做的就是安慰诸盟国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变 在他的第一次外交政策发言中 拜登就强调说会重新跟欧洲互动 向欧洲咨询意见并寻求欧洲的支持 拜登也强调了北约的重要性 重申北约的宗旨 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 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 拜登也向亚洲盟国保证不会撤军 但现在拜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不是外交是内政 是控制疫情 是刺激经济 虽然美国批准了三制疫苗 但要全面接种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经济复苏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疫情威胁消失之前 各国领导人难以会面 再者说 不少川普留下的政策继续存在 针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没有取消 对欧盟的钢铁铝合金关税也没有取消 拜登倒是取消了加拿大到美国的 Keystone XL输油管道工程 这让加拿大很不痛快 所以拜登要回到过去的老时光 国际环境不允许 拜登回不到过去 不单单是国际环境 美国国内环境也不允许 就是民主党自己左派自己都不允许 因为他们非常清楚 如果回到奥巴马年到 回到拜登当副总统的年代 那等于是再次拥抱川普 因为正是奥巴马的八年执政招来了川普 他们也吃一欠掌一致 不会重蹈覆辙 让左派感到揪心的是 川普主义已经在美国生根 之所以川普主义能生根 是因为川普指名道姓的问题是存在的 比如川普不再遵循国际主义观点 不再相信用人权的名义 推行民主制度 他强调美国优先 强调让美国再次强大 拒绝为国际主义买单 过去四年 主流媒体对川普的口诛笔伐 把川普描述成一个贪婪的商人 没有基本政治常识的局外人 生活不检点 跟普京暗通团取 阻碍司法等等等等 搭进去主流媒体所有的名誉 客观和公正 却证明了川普是对的 川普把主流媒体说成是假新闻 说成是美国人的敌人 是对的 互联网的发达 信息的爆炸 却造成真相越来越难以传播 新闻已经被观点取代 为了证明观点而选择新闻 普通美国人已经难以依靠任何渠道 获取客观公正 不带个人观点的信息 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无所适从的时候 他们对现有的建制派 就越来越不信任 他们反而更相信一位局外人 哪怕这个局外人 满身都是缺点 他们更相信川普 他们希望川普能抽干沼泽 有一点 我相信左派的智囊评论员 分析师没有明白 为什么一个亿万富翁会 得到广大蓝领美国人的支持 大学教育程度以下的美国人 是一边倒地支持川普 除了川普本身口无遮拦 西部牛仔的风格之外 恰恰因为他是亿万富翁 他不需要向跨国公司大财团弯腰 他是一位商人没错 但是在广大美国选民眼里 川普是一位爱国商人 他不会为了利益出卖美国利益 相反的他为美国利益而战 在专业政治分析师眼里看来 一个什么政治常识都没有的川普 一个不把风度优雅放在眼里 不知道什么叫左右逢源 八面玲珑的川普 恰恰是美国选民最喜欢他的地方 而拜登就不一样 选民们不相信拜登的腰杆会那么直 为什么大公司大财团高科技企业 一边倒地支持拜登 因为他们需要国际市场 他们可不愿意美国第一 他们可不愿意把工厂搬到美国来 当然大财团不会公开反对美国第一 他们会称之为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 所以他们支持拜登 极力地保护拜登 在大选前竭尽全力地掩盖 小拜登电脑硬盘门 但是话要说回来 大企业大财团 包括高科技设媒公司在内 追求的是利益 并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 他们喜欢拜登这样的 信奉国际主义的技术官僚 开放边界 哪劳动力成本低去哪 财富集中在一个不收税的小岛 但是现在民粹派盛行 美国有川普主义 英国有强森主义 巴西有波索纳洛 法国有玛丽娜·勒派 匈牙利有奥班·维克多 当然左派也有民粹主义的 美国的桑德斯就是代表人物 如果民粹派强势到一定程度 强势到主导美国政局的时候 商业界将重新摆放位置 如果是川普对决桑德斯的话 我相信跨国公司大财团 会一边倒地支持川普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主义太危险 所有的私有财富会一锅端 就这么简单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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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